人家是小气没素质的男生 三号是博爱的男生 七号是邋遢龌龊的男生 好了 了解完了之后 你下一项旋律是 选择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继续了解 我对爱情观是 还是比较保守的 就是我的婚恋观还是比较保守的 我认为两个人坦诚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一而终 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有 一对很好的朋友 他们是情侣 其中一个因为 对方出差耐不住寂寞 而有了一夜情 但是他回来以后 跟对方就立即道歉 对方也没问什么 但是第二次他又这么发生了 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又跟他道歉 我想问一下你作为 他们的朋友 你会对那个受害的那方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分手了 一定要分手 这种人不可要 好 谢谢 那如果有一定的决策以后 我会给他一定的建议 但是 有些事情还是 咒语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所以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建议是我的 但是我还是会尽量 劝他们和好 因为 零拆十座庙 不拆一桩婚 虽然是选合不选分 但是我也觉得一个人的习惯 是很难去改变的 所以如果说他一次犯错 又第二次犯错的话 肯定会有第三次 我可能会对那个受害者 就是做一个保护性的建议 可能是让他们 让他更理性地选择 也许分手或放弃 谢谢 好 你所有的权利都行驶完了 在你做出最后选择之前 我想告诉你 今天你是第一个 走到男生权利的 你如果坚持选择谢家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离开 我明白 选择另外两个女生 你会顺利带走一位 好的 你如果经常看我们节目 你也看到过谢家 拒绝过多少男嘉宾 我知道 请你考虑清楚 做出你最后的决定 我想 就是做我 做出我决定之前 我能不能说几句话 对谁 对谢家 你要对谢家说的话是 你要最后的表白是 请两位女生 回去之后 你单独表白 还是 对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好 两位女生请回位 往前走两步 给你最后一分钟 表白 我在你每一期的节目 你都很留意 你每说的每一句话 可能 我不是每个字都能记得清楚 就像你在一期 百度的专期里面 你说过 就是 有没有收过 就不知道你的过去 其实我说 我不但在网上收过你 而且 也知道你的以前一些 我觉得我们身上 有太多太多相似的地方了 所以我很懂你 我觉得一个男生 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 我宁愿去做一个 勇往直前的铁汉 也不愿去做一个 半途退缩的逃兵 我很希望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追求真爱的 这么一个表白的权利 所以我很想 如果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不太会说话的人 有点木讷 我希望 用一首歌 一段歌来表白我的心声 好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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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放逐天际 只要你真心 那爱与我回应 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为你 好 在他最后的那首歌声表白之后 我们想听一听 谢家最后的态度是 我想问一下 你愿意和我 一起去度一个浪漫 在一个浪漫的童话王国 你一起去度过下一个 美丽的七夕节吗 你愿意和我 一起去度一个浪漫 在一个浪漫的童话王国 你一起去度过下一个 美丽的七夕节吗 我没有理由 我没有理由拒绝真爱 好 恭喜他们 谢谢 又精又洗 因为我感觉我的身高也好 我的外形也好 我的就是很多的都配不上写家 我觉得我自己有点高攀 但我没有想到就是 并不嫌弃这些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在期待着 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然后我不想 我其实我一直习惯了去计划 我的人生和感情 包括安排 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机器人 我也是有感情的 需要一点时间 觉得奇迹发生了 我看台上 王山生哭得最厉害 这段是的确打动了很多人 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让大家都是那么的始料不及 好吧 我们调整一下心情 请出今晚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雷广 23岁 来自天津 欢迎这位来自百合网的朋友 你刚才的出场 特别像运动员那种范儿 表情也很像 运行运行运行运动员 你看我的时候有点目露胸光 对不起 我有时候怎么说呢 我本身也比较紧张 有时候笑得比较少 所以说呢 就是怎么说呢 也许是太严肃了 抱歉 抱歉 我特别喜欢你的口音 我是天津人 普通话说的不是很好 这天津话我是最喜欢的几种访言 来 来看看台上24个女孩就是喜欢哪一个女孩 你喜欢哪一个女孩 你喜欢哪一个女孩 我觉得我的感觉 你给天津人一张菜单 你让他念一遍都有喜剧效果 对这个来自天津的男嘉宾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我跟你说 他这个动作一做 我就觉得你跟那个拳击台的裁判 没有任何差别 你知道吗 我就怕被他伤着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今天刚调整柜子 量个22盏灯 差一点点 他们是故意的吗 所以我就怀疑 他们是商量好了吗 再量一个会怎么样 对吧 其实这个成绩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 好得多得多 怎么听都像相声 3号 为什么灭灯 我觉得他像那个WWE上面那个攻类选手 然后太强悍了 对 24号雪娇应该喜欢这种类型 我有说错吗 我是很喜欢 但是我是为海宁的那个 再支持一下 因为海宁是天津人 然后所以说我刚才看他的乐子都快破花了 我跟你这么说 他为什么说这个话 第一 孙雪焦他是运动型看得出来吗 他跟我是同行 对 我看过这个节目 我一直挺关注他 刘海宁 6号 天津人 老乡 待会儿再说 来看他的短片 大家好 我叫雷广 今年23岁 身高1米80 体重80斤 现在在天津的一家健身房 从事中国市 所以叫教练员工作 在节假日的时候 我会简直开出独特 我家里有四口人 有我的 我家里有四口人